我的未婚妻柳如烟 曾是贵族学院的风云人物 身份显赫 生活无忧 然而她却被学校里唯一的贫困生 伊藤成牢牢地吸引住 她的坚韧和善良成了她心中的光 出乎所有人预料 她为了爱情选择摒弃了金玉良缘 放弃了与我的婚约 选择了与伊藤成一起过艰苦的生活 当我再次看到柳如烟 场景已不复昔日的辉煌 她与伊藤成站在喧嚣的菜市场里 泥泞的地板和浓烈的人生 与她曾经生活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旁边的伊藤成正和市场的菜饭争执不休 为的只是那免费的一把小葱 那位耐心有限的菜饭 最终不耐烦地送上了一头蒜 算是对伊藤成坚持不懈的妥协 她那一脸得意的回眸 好像告诉柳如烟 这就是现实生活里的点滴盛宴 而柳如烟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心怀梦想 却被现实困住的蝴蝶 清冷的脸颊 因局促不安而泛起了不自然的红韵 她曾经的生活 像是一幅用金边装饰的画 名车珠宝 顶级餐厅 奢华食材如黑松露室日常的调料 如今却连购买一把菜市多余的两毛钱 都成了犹豫的抉择 一旁的司机小声评论者 语气中夹杂着惋惜 或许也有几分讽刺 柳小姐一向豪爽 当初购车如同垂手可得的小玩意儿 现在甚至为了两毛钱都要精打细算 真是人生百态 听着她的话 我敞开车窗深深吸了口气 那个我熟悉而又陌生的柳如烟医院区 留下的 是一丝挥之不去的萧瑟和思索 随即我淡淡地吩咐司机 开车我们走吧 车子缓缓驶离 我思索着柳如烟那变化的命运 她或许正在学会如何在世界的泥泥中 找寻那抹属于自己的明亮 三个月前 柳如烟还沐浴在奢华与宠溺之中 她是两家的骄傲 出生于显赫家庭 却在偶然的意外中 意外地撞入了另一个世界 柳如烟的世界里 充满了她想要得到的一切 伊藤诚 这位因才华突出活腰入毒的贫困生 原本不应出现在她高高在上的生活轨迹上 而他们的故事却在一次偶遇中开启 那次柳如烟在引发小小争端时 遭遇了伊藤诚出气不意的制止 伊藤诚的义正词言对她而言 是一种从未经历的反击 自此以后 她似乎无时无刻不再找她的麻烦 却又始终得不到预期的回击 她的关注逐渐变成了兴趣 兴趣最终演变成情感的迷失 柳如烟的爱情转向是突然而决绝的 她在我最重要的日子 选择宣布与我解约 她的宣言云音绕两 她的话语刺穿了我的心 我以为我们的感情如固定的星辰 未曾预料会有流星滑落的刹那 柳如烟在伊藤诚身上 找到了她认为的真实和善良 她是只为与众不同的存在 热烈的仿佛能燃烧过去的所有纠葛 她为了她不惜与家庭割洗 与我这个一同长大 一直默默守候的人无情划清界限 我站在恶然和叹息之间 体会到了最残忍的背叛 那种不期而遇的背叛告诉我 爱情即使深重 也能瞬间摧毁 现在柳如烟雨伊藤诚的生活 越过了过去的璀璨 她追求的自由和爱情 此时显得格外沉重 她的话仿佛还在耳畔回响 却已是遥远的往事 我愣在原地 默默收回我所有的情感 转身步入那片我所熟悉的独行空间 这些年 我一直以未婚夫的身份守着她 我以为她也是喜欢我呢 可如今 她眼里不加掩饰的贤物也是如此真实 我看着一藤诚 定定道你知道我和柳如烟有婚约 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 一藤诚面不改色沉泽 柳如烟不是个物品 不是任由你们联姻交换利益的工具 她是个活生生的人 你们虽然有婚约 但她并不喜欢你 她喜欢的事物 感情是不能抢求的 希望你能祝福我们联姻 我咀嚼着这两个字 讥讽地笑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是联姻 或许是柳如烟跟她说的 但这段婚约并不算什么联姻 毕竟我家是做互联网 而柳家是做实业的 没什么关联 只是两家是市交 我和柳如烟又从小青梅竹马长大 双方父母觉得我们很合适 柳如烟当时也并未反对 现在说的倒好像成了 我是那个强强名女的恶人一样 柳母气得压根痒痒 声音都开始颤抖 柳如烟把她给我带出去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你现在就跟国昌道歉 一腾成高声道 您是柳如烟的母亲 怎么能把她当成所有物一样控制她 您应该尊重她 她是您的女儿 但不是您的附属品 她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自由人 好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讲 可惜 在座的除了柳如烟 眼睛亮亮的盯着她 其他人都无法心生 柳母冷笑一声 勉强压住气道 你问问她 当时订婚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逼着她 绑着她去的 当时是她亲口答应的 现在你跟我说是我不尊重她 到底是谁不尊重谁 一腾成却继续道阿姨 感情是会变的 他们是订婚了 又不是结婚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您不能再禁锢如烟的自由 这是包办婚姻 柳母深吸一口气道 这是我家的事 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指点点 我倒想问问你爸 你妈是怎么教你的 就是叫你插足别人未婚夫妻的感情 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要不要脸 一腾成脸上带上了一种 大无畏的神情 不 我和如烟是真心相爱的 如烟根本就不爱她 没有爱情的婚约根本不作数 您就放过如烟吧 阿姨 柳如烟也咬牙到 我根本就不爱条国昌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之前是我没遇到一腾成 我觉得跟谁在一起都可以 但现在既然我遇到她了 我心里就只有她了 再次回想起那天 我还是很不理解 明明柳如烟想跟我解除婚约 有的是办法不伤及两家人的颜面 她只要私下跟我提出来 我不会对她死缠烂打 柳父柳母也不是失联的人 未必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 可她非以这样一种方式 彻底割裂了两家的脸面 让我成了所有人眼里 彻头彻尾的笑话 她或许是在拿我陷阱 用一项和一腾成的这段感情效忠 最后柳家父母眼里都只剩下失望 他们看着柳如烟下的最后通牒 你想和她在一起 可以那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柳家的一切与你无关 你妹妹会是柳家唯一的继承人 我们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家庭还是你所谓的爱情 你选择罢 柳如烟丝毫没有犹豫 一把拽住了一腾成的手 我不会放弃她的 随即两个人在所有人的围观下 拉着手跑出了柳家大门 跑向什么电视里 为了爱对抗全世界的恶俗情节 柳家父母没有心软 柳如烟为了一个男人决定和家里决恋 彻底伤了他们的心 柳家收回了柳如烟的继承权 收回了他所有的房子和车 还有游艇 停了他的卡 可即使这样 柳如烟也没有回心转意 这种为了爱人对抗全世界的感觉 对他们来说 或许是更加不能抗拒的浪漫 我的是传遍了学校 在上学的时候 几个朋友为我抱不平 趁着放学的时候 把一腾成反锁进了卫生间 让我去出气 进了卫生间 我才看到 一腾成穿着开线不合身的校服 色缩在角落里 头上脸上都是水 眼里却熊熊燃烧着不甘的火焰 朴国差 如烟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 我打量了他一回 突然觉得有些无趣 我摆了白手 让他出去吧 以后别搞这套 没意思 我虽然喜欢柳如烟 但从他当众羞辱我的那天 我就断了对这个人的念想了 爱情对我来说很重要 却不是最重要的 至于一腾成 我们本来也不是一路人 我厌恶他却也懒得折腾他 就在我刚要转身出门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随即柳如烟出现在门口 他看了一眼一腾成后 果然大怒 冲过去一把抱住了他 紧张到你没事吧 随即抬头怒视着我 声线带着寒意 朴国昌 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我跟你解除婚约 是因为我不喜欢你 和一腾成没关系 你怎么能这么 我正着 他眼里的嫌恶太过明显 即便是我已经想放下他 但这一刻 我心里仍然感觉冷冰冰的刺痛 我没有 不是 我还没说完 柳如烟就打断了我 不是你还能有谁 你还撒谎 他摸着张志航脸上的红痕 面上闪过一丝恨意 你居然敢打他 我看向一腾成 从我进来到现在 我没动过他一根指头 可他此刻却缩在那里 一言不发 默认是我打了他 柳如烟再也忍无可忍 红着眼站了起来 杨起手试图打我 你打他的 我都会替他还回来 一边的朋友们 赶紧上来把他拉开 柳如烟大吼道 你们给我撒开 我今天飞揍他不行 往日里他这么说 没人敢拦着他 可现在他已经失去了继承权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其实很现实 柳家父母为了惩罚柳如烟 已经把股拳 转给了他妹妹柳萱萱 也就是说 他们是认真的 不是在吓唬柳如烟 柳如烟 已经彻底被踢出这个圈子 果然 几个朋友们嬉皮笑脸 手上却不放松 柳大小姐 差不多就得了 同学之间闹着玩 你何必这么认真呢 就是 朴国昌要是被打 事可就大 你现在可平不了这事了 兄弟们是为你好了 柳如烟面色铁青 很显然也知道 今天是不可能报复我 他猛地震开几人 一把拉起了 坐在地上的伊藤城 转身对着我 恶狠狠到嫖国昌 你真让我恶心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曾经和你订过婚 我把所有的情绪压在心里 露出一个 看不出破绽的笑容 是吗 那还真巧 我也是柳家父母说 断了柳如烟的一切经济来源 不是闹着玩的 交新一季度学费的时候 老师第一次 点了两个没交学费的学生 名字柳如烟伊藤城 他推了推眼镜 皱眉到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这是学校 不是慈善会 这个周之内必须把学费交上 不然你们就不要来上学了 我扫了太野 看来是柳家向学校施压了 换做以前 老师怎么敢这么跟柳如烟说话 柳家就是最大的校斗 给学校的投资最少也有九位数 平时老师恨不得把柳如烟供到天上去 现在估计是得了柳家的授意 想给他吃个教训 柳如烟和伊藤城站在众目睽睽下 伊藤城倒是习惯了这种事 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他是特招生 不需要交全额的学费 把书本制服费交上就行了 一共也就几千块 柳如烟就不一样了 一年的学费一百万出头 平均到一个季度也是二十多万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这笔钱 柳如烟难以忍受的账红了脸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区区二十来万的学费 以前柳如烟在酒吧开酒 一晚上也不止这点钱 可如今他却只能为了这点 曾经在他眼里微不足道的钱 当众被羞辱 他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 对一边曾经的跟班道 你们先帮我拿上 我之后还你们 他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居高零下 以前这些他所谓的小姐妹 为了攀上柳家 对他毕恭毕敬 柳姐前柳姐后的 可现在他们却吃笑一声 嬉笑到柳姐 你这就是难为我们了呀 二十万倒是不多 但你现在怎么还呀 是啊 另一个人眼含笑意 语气却嘲讽总不能让你打工还钱吧 我们也于心不忍啊 柳姐 我劝你还是带你男朋友去赚钱吧 这本来也不是你们呆的地方 何必勉强吗 交上这次还有下次 你堂堂柳大小姐 总不至于让姐妹们一辈子养着你吧 柳如烟性子太傲 对他这些跟班并瞧不上 打骂也是常有的事 之前他们为了攀附柳家还能忍着他 如今一看 柳如烟彻底不行了 之前受的气都冒了出来 纷纷对他冷嘲热讽 柳如烟愣在原地 看着这些曾经的小姐妹 额头上开始冒出冷汗 我勾起唇角 我想这一天 一定会在柳如烟的生命里 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今天开始 他会知道 他为了所谓的自由和爱情 他声音越小 再预知以他的工资 也不可能拿到二十万 柳如烟浑身都在发抖 突然一腾成眼睛一亮 转头朝我道 调国昌 你跟如烟关系这么好 要不你替他交学费吧 我愣了一下 一腾成这话说得太过理所当然 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两秒钟后 我那闷到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关系好 你们之前不是未婚夫妻吗 我惊呆了 在我人生的前十七年 我都没见过一腾成这么不要脸的人 而且他说这话 是脸上是真心实意的不解 我简直怀疑是我脑子坏了 还是他脑子坏了 我懒得搭理他 朝一边的朋友使了个眼色 朋友会引战起来抱胸玩味道 想要钱吗 也不是不行 你给我们唱歌课一个给你一万 够抬你身价了吧 一腾成双手赚拳 气氛到你们怎么能这样 大家不都是同学吗 互相帮助帮助怎么了 调国昌你手上那只表就得几百万了吧 你宁愿把钱花在这种没意义的虚荣上 都不肯帮一下你的朋友吗 你算什么东西 就敢跟我们唱歌当朋友 朋友讥讽道 凭你家住贫民窟 还是凭你脸蛋 我看着一腾成 平静道你不用在这道德绑架我 我的钱怎么花是我的事 你以什么立场来指责我 这么喜欢要别人钱的话 我翘起二郎腿淡淡道 你可以找个晚出去要饭 一天百八时的 没问题 够养活你们了 够了 柳如烟恨恨恨地看了我一眼 你以为我稀罕你的钱 调国昌我还真是没看错 你和这些人一样 都是虚伪的人渣 我笑了 虚伪的人渣 也比只会舔着大脸 跟人要钱的道德绑架犯强吧 柳如烟一正 他再也忍不下去 周围人的眼神 稀落地落在他身上 他已经习惯了 成为人群的焦点 但这绝对是 让他最难忍受的一次 他脸色胀红到 快要滴出血来 温盛离开了教室 柳如烟的学费 到底是交上了 他和家里决裂的时候 手上带了一块 僵尸僵尸单顿 柳父柳母估计没想起来 也就没跟他要 表卖了70多万 正好交上了他 剩余三个季度的学费 课间的时候 我本来想上天台待一会 却发现柳如烟和伊藤成在上面 伊藤成从后面抱住柳如烟 低声道 都是因为和我在一起 才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是我不好 如烟你说我们怎么就这么难 感觉全世界都在阻止我们在一起 你会不会后悔跟我在一起 你会丢下我吗 他在柳如烟背后 没看到柳如烟交好的面容上 闪过一丝犹豫 他眉心引成深深的穿字 随后叹了口气 转过身抱住了伊藤成 有些茫然的语气 不知道是在说服伊藤成 还是在说服自己 我不后悔 我不会丢下你的 他眼神发了狠 他们现在看不起我 以为没了柳家 我柳如烟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偏要这群人看看 不靠柳家 我柳如烟也能站起来 我不会回去的 你放心我们要好好的 伊藤成松了口气 我相信你 朴国昌他们喜欢你 都是因为你是柳家的大小姐 他抬起头来 睁大眼倒可我不一样 我只因为你是如烟 你一定会成功的 这对落魄鸳鸯 就在阳台上相拥着打击 天真又愚蠢的样子 把我看笑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柳如烟这么蠢呢 柳如烟开始去找工作兼职 他兴气很高 之前暑假 在柳家子公司实习的时候 也是顶着小刘总的头衔去的 公司的人都恭维他 不着痕迹地拍着马屁 夸他天纵奇才 年少有为 将来一定能干出 一番大事业 柳如烟大概是当真了 找的都是一些操盘师 投资经理之类 柳如烟接连碰比 最后只能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 电动车还是一腾城的 每天晚上放学 他就出去送外卖 用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 半个月后的一天 我放学后坐车路过一条巷子 这条巷子是学校附近混混的聚集地 几乎天天都有在这偷情或者打架的 看着聚在一起的一群人 我在收回视线的前一秒 却发现了里面有两个熟悉的身影 柳如烟和一腾城正站在角落里 一腾城正对着一边的混混义正言辞道 你们怎么能欺负同学 赶紧跟这位同学道歉 地上挨打的人吓得脸都白了 赶紧拽他的裤子 没事的我们只是闹着玩的 你别这样 一腾城却丝毫不惧别害怕 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 我和我女朋友都会帮你的 这样我们现在就去告诉老师 几个小混混差点气笑了 哪来的傻逼 还告诉老师呢 他上前重重推了一腾城一把 你告去啊 哈哈哈哈 一腾城亮枪一步 拽住柳如烟的手 求助到如烟 对方有七八个人 一腾城这边只有他和柳如烟 柳如烟也不是傻子 皱眉拉他 算了吧 别多管闲事 咱们走吧 一腾城却睁大眼睛 义正词言道如烟 你怎么能这样 这可是咱们的同学啊 地上挨打的同学都快哭了 我求你了 你快走吧 本来我没什么事 你非要看我挨打是吧 不行 一腾城拒绝道 你这样是助纣为虐 你别怕走 我们一起找老师去 你他妈的脑子有病吗 几个混混再也忍不住了 骂了一声就要扇一腾城 眼看着今天就要挨打 柳如烟无奈到哥几个别冲动 今天这是算我男朋友不对 这事就算了吧 我替他给你们道个歉 一腾城却不肯了 斥责道柳如烟 你这不是纵容恶行吗 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一腾城死活不让柳如烟走 几个人拉拉扯扯中 两人只能对上几个混混 一腾城是个嘴炮王者 很快就被按在地上一顿乱走 柳如烟也被几个女混混 拳打脚踢 一腾城终于受不了了 一边哭着大喊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住手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如果说之前 我还因为柳如烟当众 跟我取消婚约而生气 现在我就是真的心平气和了 张之行就是柳如烟的一道结啊 他就是来折磨柳如烟的吧 很显然 他这是又把当初 用在柳如烟身上那套 拿出来了 只可惜柳如烟虽然平时也挺混的 但好歹也是个讲道理的人 才会被他拿捏 这种常年混社会的小混混 谁吃他这一套 他这不是找打吗 不对 挨打的不只是他 还有柳如烟 司机小心道少爷 咱们要不要报警啊 做不出以德抱怨的事 看着满脸是血的柳如烟 我嘴角逐渐粘开笑容 不用了 为心爱的男人挨打 他该感到荣幸才对啊 一腾城和柳如烟 连着好几天都没来上学 听说是被打得挺惨的 然而更惨的是 不去打工 他们就没有收入 于是柳如烟只能拖着带伤的身体 坚持去送外卖 艰难地养活他们 甚至还要连带着养活 一腾城的爸妈 一腾城爸妈都是毒 以前回家只要输了钱 就做一腾城 现在柳如烟还要分出一部分钱 给一腾城的爸妈去赌钱 短短两个月下来 他整个人就瘦了一大圈 从前那种意气风发的 美丽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使眉宇间 深深的纹路和满身的疲惫 下课的时候 几个同学坐着家里豪车 出去找乐子的时候 我分明看到柳如烟眼里 闪过一丝羡慕 一腾城在一边 推了推他愣着干嘛 走啊 柳如烟收回视线 低头推着破旧的电动车 打算去送外卖 就在走过转角的时候 突然一只猫钻出来 蹭了蹭一腾城的脚踝 一腾城笑着蹲下身 从书包里掏出猫罐头 打开地道小猫面前 摸了摸他的头 小白最近胖了吗 他好像怀孕了 如烟你说 要是他生了小猫 我们抱一只来养好不好 喂猫 曾经也是柳如烟爱上 一腾城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我会把流浪猫都抱去绝育 然后找人收养 而一腾城则会买一些猫粮 猫罐头来喂猫 柳如烟觉得我冷血心狠 说一腾城心软善良 可现在他却笑不出来了 咱们现在连自己都养不起了 哪来的多余的闲钱养猫啊 你爸妈上个周刚 又跟我要了三千块 接下来这半个月 伙食费在哪还没着落呢 说着他一顿看向地上的猫罐头 你这猫罐头是哪来的 什么时候买的 一腾城毫无所觉 眼睛亮亮的妖宫 我是促销的时候买的 这个罐头原价要十五六一罐吗 现在买二十罐只要十一块一罐 是不是很便宜 柳如烟愣住了 一腾城只顾着低着头摸猫 你看小白多可爱啊 无忧无虑的 之前朴国昌还说要带他去绝育 那多遭罪啊 他怎么能剥夺小白生孩子的权利呢 他发现柳如烟一直没说话 抬起头来 如烟 柳如烟闭了闭眼 忍了又忍后 终于爆发了 他一脚踢飞了地上的猫罐头 小猫受惊 喵得一声后逃到角落里 一腾城又惊又怒柳如烟 你干嘛呀 你吓到他了 柳如烟死死咬着牙 眼里慢慢泛起水色 声音带上一丝颤 一腾城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给你爸妈钱 为了养活你 我身上带着伤还要去送外卖 我们已经没钱了 我们一分钱都没了 我所有的钱都被你爸妈要走了 我在医院药都不敢开药 我不能住院 我只能回家一个人忍着 你知不知道 我送一晚上外卖能赚多少钱 你现在还有心思喂猫 你买罐头这二百多块钱 我要干多久才能挣回来 你知道吗 一腾城气不过 高声道又不是我让你养的 在说之前我就问小白 你也没说什么呀 柳如烟眼里闪过一丝绝望 上前抓住一腾城的脸 我是为谁跟家里决裂 我是为谁受的伤 要不是你非窜夺 我在朴国昌的生日宴上 和他解除婚约 我爸妈会把我赶出家门吗 要不是你跟个傻逼一样 非要去挑衅那些人 我会受伤吗 一腾城你他妈清醒一点好不好 可是那是我们的同学 难道我能眼睁睁地看他受欺负吗 一腾城反驳道 那你就自己去挨打 不要连累我 我那不也是为了救同学吗 再说你也没什么事啊 我是你男朋友 难不成你能眼睁睁看我挨打吗 两个人越吵越激烈 最后柳如烟终于忍不住 他绝望到我真后悔和你在一起 我现在沦落成这样 全是拜你所赐 我又没求着你跟我在一起 一腾城声音更大的吼回去 不想跟我在一起 你可以跟我分手啊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 如烟 柳如烟 任由一腾城怎么在身后喊他 他也没再回头 柳如烟不惜放弃一切 也要追求的爱情 只维持了短短三个月 短得几乎有些可笑 我从没怀疑过柳如烟 是真的爱一腾城 他这样浇灌着长大的大小姐 能为一腾城吃这么多 已经证明了他有多喜欢他 只是这份喜欢太过脆弱 刚刚经受风吹雨打就散了 他终于发现所谓的自由和爱情 在现实面前有多廉价 不堪一击 他试着回家 可是柳家的大门对他紧紧关着 柳如烟还有个妹妹柳萱萱 两个人从小关系就不太好 柳如烟看不起柳萱萱 之前经常找各种理由欺负他 他说柳萱萱表面上看着与世无争的 但其实背地里总想着办法应他 柳萱萱生得比柳如烟晚了一年 所以柳父柳母一开始 是想让柳如烟继承家业的 柳星亚只要当个富贵闲人就好 可他一直不甘心 如今他终于有了这个机会 怎么可能还会让柳如烟再回来 不知道他是怎么在柳父柳母面前挑拨 总之他们对柳如烟已经伤透了心 无论柳如烟怎么恳求 都没让他回家 当时是你亲口说的 家庭亲人都没那个男人重要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 如今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承受代价 柳如烟走投无路之下来找路 从他单方面解除婚约到现在 第一次给我低了头 或许是这些日子的戳磨 柳如烟的态度不在居高零下 甚至卑微的有些可怜 我常之前我在你生日宴上解除婚约 是我糊涂 是我喘 曾经的柳如烟很高傲 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现在他低着头 竟也学会了委屈求全 我没看他 没事 我受的这点委屈算什么呀 听说你又打工又挨揍的 可比我委屈多了 他咬住下唇 忍气吞声道 是 我是长教训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们把婚约续上好不好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这么冲动 算我跟你道歉好不好 我吃下你做梦吧 我是全家唯一的继承人 你现在是什么东西 到现在我才明白 柳如烟为什么会喜欢上一腾城 因为从头到尾 他们都是一种人 自私无耻 他们才是真正的同类 我站起身来 居高临下到柳如烟 我不懂你怎么有脸来跟我说 这种话 你想追求你所谓爱情的时候 就不顾我和我家的颜面 当众跟我取消婚约 现在你想回到柳家 又自顾自的要把婚约续上 你是什么东西 我眯着眼道 别人的人生都要为你服务 地球都要围着你转世吗 柳如烟面红耳赤 不是的 我是真的后悔了 一腾城根本就不像我想象的那样 他就是个虚伪的表演人格 他脑子简直有病 我虚伪 你爸妈虚伪 一腾城也虚伪 就你柳如烟不虚伪 我冷笑着 把当时他羞辱我的那句话还给了他 柳如烟你真让我恶心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曾经和你订过婚 柳如烟到底没能回到柳家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一腾城的错 如果不是他当初引得 他跟我解除婚约 他不会落得这种下场 他彻底恨上了一腾城 为了报复一腾城 他和他和好后故意折腾他 每天换着法子找一腾城的事 还引着一腾城父母的债主 到学校来找他要钱 一腾城原本很好的成绩 在不停地折磨下一落千丈 被学校退学 他家也没能力把他转到其他学校 一腾城只能放弃读书 开始打工 在见他的时候 他正在冬日的街头发传单 寒风把他曾经白皙的脸搁得通红 他围着一条很旧的围巾 正瑟瑟发抖的 试图把传单塞进过路人的手里 理发店新开业 充值一千送三百 先生看看吧 过路人不耐烦地一把推开他 说了不要了 你有病吧 我看了一会升上车窗 对于一腾城 我没有多少恨你 他已经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甚至有时 后还得感谢他 帮我认清了柳如烟的真面目 在想起曾经那些青梅竹马的时光 我只会反胃 柳如烟倒是一直念完了高三 只可惜柳家还是不给他生活费 他得一直打工养活自己 成绩根本提不上去 最后只去念了个学费很便宜的大转 而他妹妹柳轩轩 已经走上了柳父柳母 曾经给他安排的路 去哈佛商学院留学 毕业后直接回来接手家业 五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回国 接手了家里的公司 我交了女朋友 家庭条件和我家差不多 人很好对我也很好 曾经那些过往 已经彻底消散在我的生活里 晚上 我开着劳斯莱斯去接女朋友下班 路过一个路口等红灯时 突然愣着了 这周六我们去吃南接那家新店吧 刚开的米其林三星 他家牛排听说做得很好 女朋友在耳边叽叽喳喳 我却没反应 我看着路口骑着电动车 穿着一身黄色制服的人 那人身体很单薄 缩在小电动车上瑟瑟发抖 看起来有些局促 他抹了把飞到眼睛上的血化 把手又缩回了 有些脏污的饱暖袖筒里 柳如烟 我已经好久都没见过他了 这些年 我家和柳家关系 到底是有些生疏了 听说 后来柳父柳母曾经想把柳如烟接回 但是已经掌权了的柳轩轩不同意 柳父柳母也没办法 柳如烟就这么被柳家彻底抛弃了 记忆里 那个美丽高傲的好像天鹅的少女 单薄的被窗外的寒风一吹 就彻底消散无形 再也聚拢不起来了 我一时间有些恍惚 怀疑是不是看错了 车窗降下 他似乎察觉到我在看他 我们的视线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对上 他被烫了湿的猛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回又小心翼翼地转过来看着我 张了张嘴 神情复杂难言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是绿灯亮起来 黑色的劳斯莱斯 很快就把电动车甩在身后 没多久就再也看不清了 我到底也没听到 最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国昌 女朋友看我没反应 转头叫我 我回过神来 笑着握住他的手 柳如烟如今怎么样都跟我没关系了 人总要为自己的愚蠢和任性付出代价 只是当初 柳如烟言之早早地说自己不会后悔 不知道如今的他在想起从前 午夜梦回的时候 会不会为自己曾经的愚蠢毁断了场